一人甲永杰于2002年与丈夫王兆杰结婚 婚后两人育有两女一子 虽然夫妻两结婚致敬已经超过20年 但感情缘十分甜蜜 日前甲永杰在社群发文透露 近日与丈夫受要参加朋友的婚礼 还被婚礼主人邀请上台 和大家分享如何经营婚姻 不料丈夫竟在600人面前直言 在结婚前他认为甲永杰是一个美丽温柔 有智慧的完美女人 结果婚后却只剩下美丽 对此甲永杰直言有些人嫌命太长了 还放话表示看来这段婚姻 是不太想继续经营下去了 该贴文一播出之后 网友们纷纷笑称至少现在还剩下美丽 一人陶金银先生留言区询问 王兆杰是否还活着 甲永杰则回复他表示老公还活得很好 并且强调自己很温柔 夫妻两相爱相杀的模样直接笑凡众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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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